三言第三章 第三至第四節 幫我使慈愛誠實離開來 要系在你頸上 刻在你心板上 也讓你必在神我世人眼前蒙恩寵 有聰明 如果你能夠像我所說這樣做 你就會突然間發現 其實你是可以在內涵上突飛猛盡 而這就是導致神恩寵我 譬如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讓你知道 你多麼易可以多麼易性的罪 譬如我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尤其是我提到過頭十六個月 後期又有車 又生活很自由 其實我看到那些同學 說真的 那種自由 就算不用車 也看到那些同學 我講的是那些團契團場 很多都是基督徒 可以說絕大部分都走到美國 看小電影 上來犯奸淫 因為你有輛車之後 在溫哥華 即是我當時 已經30年前 現在未必是那條街有這個問題 你根本有輛車的話 你駕駛車去Georgia街 無論是男妓 即是同性戀 或者妓女 你都輕易找到的 通常那些人駕駛車慢慢走 看中目標 開車門問多少錢 那女人就上車去哪裏犯奸淫 就可以了 通常那些人有車 只會在車上犯奸淫 車去郊外 或者某個收了檔的超級市場後面 這是很通常在我當時 環繞著我身邊的同學 是沒有人監管下 很多都做的 絕大部分都做的 只不過是在乎他做多少十次 在讀書那段時間 住宿舍那些當然 每個人都搞大肚 絕大部分那些 很多都搞大肚 這就是自由到這樣的階段 就算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完全都收工 舉個很實際的例子 那種義犯最軟弱的階段 就是怎樣呢 有一次我在加拿大 其中我們建立了年輕人團契 之後我和若真師母一起回去的時候 其中參與一個事奉 就是我們去監獄 女子監獄 去探訪一個在香港帶毒品 去加拿大的一個女子 她在監獄裡面信了 我們進去探訪她 進去探訪她的時候 打算跟她傳福音 跟進她 她叫初信 但是那次 可以說是臉猛猛 這樣離開的 是一個姐妹帶我去 跟她跟進福音 但說不到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進去的時候 聊兩聊就問 你們監獄的那個牧師呢 她立刻在大笑 我說那個牧師 開車去Georgia街召妓 誰也知道那個妓女 是女警放射去扮 現在坐牢了 你想想我們怎樣傳福音 那個牧師是這樣 我想你知道 在溫哥華這種試探 你自由的話 你沒有家庭 沒有人看著 你失魂了幾個圖也好 你明白嗎 是很容易犯的 但為什麼我能夠很輕易 能夠升過呢 過了這段日子 在那幾年當中 尤其是還要到處流浪 去到匯特地方 我想你知道 基本上去到匯特地方 就好像很多的導遊 都會做這件事 所有導遊 你知道我們去到 去到拉斯維加斯 島城 因為我試過一次去 我爸爸媽媽移民 所以媽媽就 帶我一次過去 幫他搞移民的手續 反正是去搞移民手續 於是乎去了 美國那邊的旅行 去到拉斯維加斯 那些導遊都說 吊妓就是這條街 就是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就是這條街 有需要自己下去 其實通常去到不同地方讀書 即是藍那些 很多時候 那些同學第一樣 就告訴你 這條街是照記的 即是這些資料 你不用去問 你根本去到處說 但為什麼我輕易 能夠到過這幾年的日子 自己有輛車 單身 OK 原因就是我所說 就是我沒有辦法接受到 我會鄙視一個色情狂的日華 我會不屑到一個色情狂的日華 沉醉在這些罪裡 明白嗎 原來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原來我們聖過這些罪 聖過這些軟弱 是很容易的 只要我們遠以由基礎做起 我們在思想上去做起 所以我可以想像 如果那些連口都不能勒得住 那些做什麼領袖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因為你口勒得住已經很容易 如果他們所謂做領袖 或者信了主很多年 連口都勒不住 那些根本就一定在信仰上有問題 因為聖經所要求的 不只是我們勒著口 聖經所要求的 不是我們外表 我們的成就 他所要求的 就是我們的內涵 我們的內心 沒錯 你做好你的外表 做好你的成就 神會給你一些短暫 意料之內的祝福 但如果你能夠做好的 是你的內涵 你的內心 神會給你意料之外的祝福 而這就是我現在跟你所說的題目 而這個是我自己經歷過 我希望跟你分享的一個教導 而實際上這種思想的方式 它慢慢導致我們身體的感覺 甚至連我們的私慾 都能夠核製得住 後來慢慢演變了我們 曾經跟大家去分享過 教你怎樣吃披薩 記得嗎 我們跟披薩 我叫你幻想一塊披薩 這塊披薩又冷又硬 又肥軟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棗蟲 你這樣去思想一次 你就很強 如果你想戒什麼 你只要把那件事 變成你憎恨的東西 你去思想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但反過來 想那件事 變成你羨慕的東西 你一樣可以把它思想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你想把那種恐怖的回憶 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快樂的回憶 記得我們曾經在主日分享過 就是用打籃球說起 說你每次都輸給那個籃球隊 你每次見到他 或者打籃球你都會有陰影 方法就是回想當日的情況 然後每一個球員的樣子 都將他想像到是米奇老鼠 如果你記得我主日講過這篇訊息 你就知道現在我所講的 給你這種思想模式 是真的有效的 並且還不難 但只不過這種思想模式 我講的是當時我22歲的時候 開始了 我開始用這件事 去幫我逃避少年人的私慾 而事實上到最後 我慢慢發展到 我的港道 基本上都用這種方法去推進 讓很多人能夠聽到我的港道之後 因為我慢慢研究 就是很多人的港道 都能夠達到這件事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原來這個秘密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Benny King講討告 他講完討告之後 如果你聽他講的討告 你發覺是容易讓其他人 你執行那種討告的生活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Benny King 他自己是一個討告的人 並且他羨慕討告 然後在他的港道當中 他不是刻意的 但你聽完整套討告的訊息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描繪了 一個你會羨慕的討告者 你記得嗎 我正在說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走過真理之後 他有生命之後 他講完討告的討告 你很容易做到 就是這個原因 而之後 我當然有很多真理 我自己都一定做到 我才會和你們分享 我做到之後 然後我就用這個方法 去推進一篇討告 就是讓你去不蝕 啼視或者憎恨 一個做不到的你 但是反而你會羨慕 和你會開心 和很愉快 一個做到的你 是不是 但是問題是 你知不知道我這種講道法 有多少教會罵 但是當然 這些教會去罵的 他自己就什麼都做不到 是不是 因為他們那份驕傲 他們覺得不應該這樣說 但問題是 另一方面又奇怪 為何自己的教會 又犯奸淫 又賭錢 又偷騙拐騙 他們很奇怪 原因就是 在我自己年幼的時候 我發覺這種思維方式 是會幫到我的 於是乎 我幫了我之後 然後我嘗試用這個方法做到 我做了很多年之後 然後我講道 但我講道的時候 就將這兩件事 思想和執行裡面 去契合成為一篇訊息 慢慢推進 讓你理解了 一個做不到的你 我們應該多不蝕 這麼差勁 我們應該嘲笑一個這樣的人 做不到 我們應該嘲笑他 所以你明白嗎 走不到真理的你 你接受不到 但反而走到真理的你 你會羨慕的 那你就發覺你很容易走到真理了 針言第三章第三至第四節 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 要細在你頸上 刻在你身板上 這樣你必在神莫世人 眼前蒙恩寵 有聰明 主真理說話是名略隨或坤 真光令人漫漫長露照分暗 露暗中睹自忍 誇解我心 解有群 主真理說話 現然是藏在心 上級我面來便附載你追君 主的憤患 主的憤悔點將發責 次雨光廢燃了我生 心渴望 心渴望 真理指引 我愈能何放 相處熱烈心興奮 成心仰望 完全被吸引 揭力向全主的發責 祈求盡力成就 我主心 寧靜主子也 ines 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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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